我解说过很多尼古拉斯凯奇和约翰屈福塔的电影 只要有他们俩出现的片子 评论区总会有人提及变脸 那么今天他来了 影片开场 恐怖分子凯斯特正与狙杀 被他视为眼中钉的FBI反恐队队长肖恩 随着扳机扣下 子弹利落地穿背而过 肖恩年仅5岁的儿子 郑重要害 不幸殒命 从此 抓捕凯斯特为儿子报仇 成了肖恩活着的唯一信念 6年后的一天 毅然逍遥法外的凯斯特 现身洛杉矶会议大楼 安放了几枚定式炸弹 与此同时 反恐对接到线报得知 凯斯特的弟弟小凯 在机场租了一架飞机 肖恩研究凯斯特多年 知道凯斯特对这个弟弟十分疼爱 然总是形影不离 所以他推测 凯斯特一定会出现 于是派人在飞机上卧底攻击 以便刺激抓人 果然 凯斯特设置好炸弹后 与弟弟会合一起登上了飞机 正当他们得意之时 突然传了警笛声 肖恩更是玩命般的 朝着飞机直冲而去 凯斯特见事不妙 抓住卧底探员相要挟 肖恩见状 不得不让出跑道 掉过头来紧追其后 但凶残的凯斯特完全不讲道理 杀死卧底探员 将其扔下了飞机 愤怒知己的肖恩 随即驾驶直升机之上去 打坏了飞机引擎 飞机无法起飞 静止冲进了停机棚 反恐队迅速出击 抓捕了凯斯特的弟弟 而凯斯特赋于顽抗 跟肖恩展开了火拼 此人诡计多端 且能屈能伸 发现子弹打完后 跪得比谁都快 背后却拔出腰间的匕首偷袭 两人搏斗中 不小心启动了风动测试器 凯斯特受到进风吹撞 身受重伤 昏迷不醒 杀死儿子的凶手终于落网 肖恩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妻子 两人相拥而起 然而 接下来 还有一场更大的危机 在等着他们 行动组在飞机上的公文包里 找到一个瓷盘 内容是凯斯特的弟弟小凯 设计的生化炸弹图纸 如果已经被造出并安放 后果不堪设想 他们必须从小凯口中 问出炸弹的下落 但这小子看起来 比他哥哥还邪恶 根本问不出半点消息 凯斯特成为了职务人 被行动组组长 安置在一个生理改造研究所 由于肖恩对凯斯特的情况 烂如指掌 加上两人身高差不多 肤色和眼睛颜色也几乎相同 组长便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给肖恩换上凯斯特的脸 然后去监狱 从小凯口中 套出炸弹的下落 尽管医生声称 技术方面不用担心 但对于肖恩来说 让他换上仇人的面孔 他是万万接受不了的 于是 他抓了凯斯特的同档阿光 进行逼问 但阿光只知道 炸弹将在18号爆炸 其他的一概不知情 距离18号还有6天的时间 情况危急 为了更多人的生命安全 肖恩只好同意换脸 此事机密 只有医生 行动组组长 以及肖恩的助手老黑之情 经过一系列 让人头皮发麻的操作后 换脸手术顺利完成 不过 这只是暂时性的 等任务完成还能换回来 之后 医生在肖恩的声带处 装上了变身微型芯片 经过调试 肖恩说话的声音 也与凯斯特百分百吻合 随后 肖恩被送到了 关押重刑犯的磁场监狱 这里的犯人 都被穿着一双铁鞋 以方便预警 随时限制犯人的行动自由 凯斯特恶名远扬 一进监狱就成了焦点 犯人胖子 把肖恩当成了凯斯特 扑上来就对他一顿暴打 小凯健壮急忙过来帮哥哥 但看到哥哥被打得这么惨 却不还手 面露疑惑之色 肖恩为了赢得小凯的信任 立马学着凯斯特的样子 不可一世地叫嚣着 差点把胖子打死才停了手 与此同时 手术室里的凯斯特竟然醒了过来 他接掉头上的纱布 一摸手上全是血 一觉醒来脸都没了 当他看到 泡在药水中的肖恩的脸皮 立即明白了怎么回事 于是决定将计就计 他联系了两名手下 把研究所的医生抓了过来 这边 小凯仍然对眼前的哥哥疑心忡忡 肖恩解释说 他受了重伤 伸手大不如从前 甚至记忆也出现了问题 他都不记得 与胖子有过什么过节 从小凯口中才知道 原来 胖子对凯斯特有夺气之恨 肖恩看到 小凯似乎对他放松了戒心 便提到了炸弹 肖凯顺口说出了 炸弹在会议大楼 套出消息后 肖恩立马露出了真实身份 肖凯这才意识到 上了大当 随后 肖恩满心欢喜 跟人来接他出狱 但万万没想到 出现在他面前的 竟是他自己 准确来说 是有着他的面孔的凯斯特 原来 凯斯特逼迫一声 给他换上了肖恩的脸 事后杀死了医生 女组长和老黑等 三名知情人 并一把火烧了研究所 手术费都省了 凯斯特还从老黑那里 拿到了肖恩的婚戒 现在 没有人知道真相了 肖恩震惊痛苦到 无以复加 但他身陷淋雨 对凯斯特无可奈何 而肖恩的妻子和女儿 以及肖恩的同事们 都感受到了 肖恩性情的转变 但任谁也不会想到 换脸的事情 接着 凯斯特以说服小凯 当证人为由 把弟弟小凯 接出监狱好吃好喝的共挣 他的计划是 让弟弟说出炸弹的下落 然后他拆除炸弹 成为大英雄 凯斯特盘算着 只要拥有了政府的资源 就可以为所欲为 等发了大财 再把脸给换回来 简直完美 在凯斯特的安排下 警方很快在会议中心 找到了炸弹 但由于炸弹设置的密码 拆弹专家束手无策 这时 凯斯特只走所有人 然后输入密码 解除炸弹危机 成为了拯救市民的大英雄 肖恩挑衅 肖恩不愿坐以待毙 但只有逃出监狱 才有可能改变局面 首先要解决的 就是脚上的铁鞋 在放风时 他从一名囚犯口中打听到 只有在电刑室 才有机会脱掉铁鞋 于是 肖故意抢夺 狱警手中的香烟 如他所愿 狱警被惹怒 把他拖进了电刑室 只见刚受完行动的胖子 痛苦地躺在地上 肖恩等到狱警 脱掉他脚上的铁鞋后 快速向胖子解释 我和你老婆什么都没发生 如果还能喘气 就起来一起逃出去 狱警听完 大肖肖恩真是痴人说梦 可话音未落 就遭到胖子的偷袭 肖恩趁机挣脱电影 然后拿着武器 和胖子一起向外冲 他们首先来到监控中心 破坏掉了安全系统 囚犯们尖壮 有仇报仇 有怨报怨 而已经打成一团 这时 胖子完成护法使命 不禁中枪 跌落楼下 肖恩顾不得许多 一路向上 终于打开门 见到了阳光 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 监狱竟然是 建在海上的 肖恩正感觉忘时 警方的直升机出现 为他指明了道路 凯斯特得知 肖恩越狱了 耸惧不已 立马派人到处搜寻 肖恩死里逃生 回到市里后 首先打电话给妻子一服 告知他 身边的老公是假的 但仅凭三言两语 一副根本不相信 无处可去的肖恩 便来到了凯斯特的通道 阿光的家里 阿光一看 老大居然还活着 开心得不得了 立马请回国店 奉上凯斯特的黄金双枪 准备好好庆祝一番 这边 凯斯特正焦头烂额之时 看到肖恩的女儿 正遭到混混男友的欺负 便一脚踹烂车撞 把小混混拖出来 狠狠教训了一顿 不仅如此 他还教会肖恩女儿 一招防狼刀法来保护自己 肖恩为伯罗破绽 被迫吸毒后 醒来就见到了 阿光的妹妹莎莎 她知道 莎莎是凯斯特的情人 便推托着与她保持着距离 而此时 小凯已经通过望远镜 确认了肖恩就在阿光的住处 便通知了哥哥 莎莎已经有好几年 没见过不负责人的凯斯特了 这次相遇 让她非常高兴 并说出 她身边的小男孩 其实是她和凯斯特的孩子 正说着 凯斯特在外 命令FBI向屋内开火 格杀勿论 肖恩扑上去 护住莎莎和孩子 然后给孩子戴上耳机 隔绝枪诞声 死自己的同僚 只能到处夺藏 等到突击队把阿光的人 倾扫得差不多后 凯斯特走进来 对着莎莎和孩子 举起了枪 阿光为了保护妹妹和小外甥 重担身亡 不过是恐怖分子 对自己人下手 都不太犹豫的 女人和孩子先走 两个坏了脸的男人 正面对决 这个镜头 简直绝妙 他们在镜子里看到的是自己 但同时又是自己的敌人 可能是怕伤了脸 子弹一发也没中 看到FBI队员过来支援 肖恩果断脱身 一路逃到了屋顶 小凯发现后试图阻拦 结果被肖恩撞落楼下 死在了凯斯特面前 这下凯斯特算是 稍微体会到了一些 肖恩的丧死之痛 回到办公室后 局长责怪他 不该带领手下大开杀戒 正憋着火的凯斯特 便让局长提前死于心脏病发作 与此同时 受伤的肖恩逃回到自己家里 向妻子讲述了 他和凯斯特换脸的离奇经过 看到妻子满脸的震惊和惊恐 他知道妻子不会相信她的话 于是希望妻子能够咽一下 假肖恩的血型 伊福是一名医生 所以在夜里 趁着丈夫熟睡之时 轻松取到了血样 经检验 此人的血型是AB型 而他知道 肖恩的血型是O型 正在这时 肖恩走了过来 但伊福此时 谁都不敢相信 于是 肖恩便讲起了 他和伊福第一次约会时 发生了趣事 至此 伊福终于确认 眼前的人才是真正的丈夫 肖恩希望妻子 带着女儿赶快离开 但为了不引起凯斯特的怀疑 伊福决定留下来 况且 现在也只有他才能说明真相 凯斯特早上醒来不见伊福 他担心肖恩与伊福见面 说出真相 便带着两个手下 急匆匆来到了医院 幸亏肖恩溜得快 凯斯特一无所获 第二天 伊福知仇女儿 和凯斯特来到教堂 参加局长的葬礼 肖恩也一身尽创 伴随着一群 飞舞着的吴玉森的本体 来祭奠老上司 等到所有人都离开后 肖恩和凯斯特在教堂内 展开了正邪较量 凯斯特向来不将伍德 挟持了伊福 便让手下把肖恩的女儿 也切了过来 这是为儿子报仇的 这是为弟弟报仇的 之后 为哥哥报仇的莎莎 也来凑热闹 几人一顿眼神交流 枪战顺时而发 交火中 莎莎为了救肖恩 重担身亡 战局即将明朗时 肖恩的女儿 不合时宜的出现 她可不知道哪个是亲爹 挣脱保护 抱头鼠窜 伊福也没险着 把换脸的来龙去脉 告诉了肖恩的同事 外面的战况依旧焦灼 肖恩找到机会 与凯斯特近身肉搏 好不容易占据了上风 女儿突然勇敢起来了 枪口锁止 全是爸爸 女儿选择相信自己的眼睛 准确打伤了亲爹 凯斯特高兴坏了 露出凶恶的真面目 但她马上就后悔了 早知道 就不传授什么防狼刀法了 受伤的凯斯特 仓皇驾船而逃 肖恩在后紧追不舍 行径中 她跳到凯斯特的船上 与对方展开激烈搏斗 快艇无人控制直冲岸边 两人双双被甩了出去 又一番互相伤害后 肖恩用射鱼枪 结束了凯斯特罪恶的一生 最后 肖恩终于换回自己的面孔 回归到了自己的生活 还和妻子收养了 凯斯特和莎莎的儿子 但这张脸演了几乎总部的坏人 她换回来了 我换不回来 一位货真价实的影帝 和一位两次提名最佳男主角的准影帝 在正义与邪恶之间切换自如 把我看傻了都 好了 本期这儿记得 希望的朋友不要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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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